危機一家月的故事 第一件月十幾在後公園的23號 就要來登場 港議館政府就要來開一千八百萬 要請到國內外 月十家創作十一件大型的增地月十 創作者包括 曾經引起到黃色小鴨旋風的貨膚脈 但是港議館議員林寶瓶和尘萬金 就是因為說在最近這幾年 港議館政府建立月十 是來處理經費太多做 對付各議館政府會說 這現場創作和社區的交流 是大地月十幾的合心意義 而且還講到這月十九月 到處是沒辦法親近親近的 遠熊做的那八件 你有每一樣都去看牌子 然後是做什麼東西的局守 每一樣都很詳細去看的局守 我趕緊請告一下 有嗎 我們在座的局處長 你在管政府上班 他們的藝術品都放在周遭 你們有去看的那八樣作品 看得非常詳細的局守 來 農業處長解釋一下 八件哪八件 圓雄集團今年館一千萬 讓嘉義館政府當作八件的詳細 官議館長萬金 在議會問館府一個主管 有認真看過八件的詳細 而國際的國際 地境的詳細 港府要花一千八百萬幾萬 當時做不到泡泡樹 因為作家是創作 黃色小鴨荷蘭藝術家霍夫曼 這樣的作品值多少錢 你會花多少錢去買它 你寫多少 我是寫很難估計 很難估計 難以估計 你想難以估計 我拿給我看看 你難以估計喔 正峰處長 你寫多少錢 2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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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教育處長 藝術的眼光由您這邊 來訓練培養的 那您覺得多少錢 我是外行 但是應該是 如果我外行的看 應該有100以上 100以上 你100 那量體還蠻大的 我猜應該是300到350 300到350 好 很接近了 落差太大了 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 每個人的眼光不同 是嗎 然後所以 並 也不是說什麼 藝術無價 藝術無價 我們以前 我們要怎麼買 泡泡樹瓦 幾位一 不鏽鋼打造 高550公分 寬915公分 厚度20公分 光管在議會現場高級 對25萬到 隔絲部隔絲都有 但管理管理 這不是該議館 民伯真統的需要 那為什麼 我們一定要請 國外的藝術家 我們台灣都沒有藝術家 我們台灣都沒有藝術家 反正我們都沒有藝術家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你才開花的軟件錢 然後住宿 然後還要花30萬安排他們去玩 所以每個禮拜還要放假一天 帶他們去玩 你為什麼外行 在這裡就讓我們國內的 發展國內的觀光經濟 我們提升 讓我們國內的藝術家 更有收入 你是一定要請國外 我想報告藝人 全台灣大部分的這種創作展 都是由此來辦 第一個讓台灣能夠讓世界了解 也可以讓台灣把這些行銷到世界去 那第二個 我們不是沒有邀請國內的藝術家 即使邀請國內的藝術家來 他們對嘉義的認識 也有很多人是不夠了解 所以並不是帶他們去玩 我們是在創作前 帶他們去了解嘉義所有的人文力場景 經濟到國內的國際陷阱 各有各有各地藝術家 每年一月二十多會都在廣府特估廠 有稱河南、日本、匈牙利、中國和台灣 總共在儀被街上創造 創作 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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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標案採自優條件表 泡泡數的色是在標 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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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 一千五百萬以上 所以一隻鴨子在整個愛河邊 他就必須有那麼大的創作費用 事實上也因為跟每個藝術家 他的知名度跟他的創意 會有一些不同 比如說像台灣很知名的雕塑家像朱鳴 他可能一個小東西或許要幾百萬 大件的他可能都上億 所以這事實上是很難 就是趁精論兩的來論定 我們去美術館看展覽 它是有時間開放跟關閉的限制 那大地藝術創作事實上 它有一個優點就是任何時間你都會來參觀 那從我們從日本的這個月後期有 就是我們嘉義縣也有這個藝術家王文芝 他也去那邊 還有最近的這個賴夫內海藝術記 事實上這些都是創造很多這個 當地的一個觀光 然後是這個藝術教育的一個機會 本法官說局長庫雲林表示 現場創作含色區交流是大地藝術界的核心意義 我當時間優等到一九月 讓各種大學長藝術專科科學生有學生交流 副館長又方便經講到 藝術教育的導組沒有親近論理 不過關於官林報辦將我情人認為 該官近年來在藝術片的建議 開想會多錢 心裡都會計算中一條一條來選擇 謝謝孝雄鴻蓋館 採訪報道 謝謝孝雄鴻蓋館 採訪報道 謝謝孝雄鴻蓋館 採訪報道